而乌战火持续将持不下 此时中国大陆的立场悄悄改变了吗 日前联合国大会就加强 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案进行表决 因为内容提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引发俄国强烈反对 没想到过去坚定挺盟友的大陆 这次竟然投下了赞成票 陆媒透露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通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 引发外界关注 而美军最近很火大 因为俄国战机越来越频繁的 在叙利亚上空挑衅美军战机 试图引诱美军进行空中格斗 让美军将领痛批俄军部专业 要求飞行员不要上当 上个月俄国战机几乎天天 飞越美军叙利亚基地上空 在俄乌战况上 乌克兰似乎吹响了反攻号角 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 塞凡堡的燃料库起火 蔓延1000平方公尺 由两架无人机遭到击落 怀疑使乌军攻击引发大火 另一个由俄军占领的乌南 辛卡科夫卡市 也在乌军猛烈炮火下电力 遭到切断 而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总统 尹锡悦在海佛大学演讲时强调 北韩核武威胁近在眼前 华盛顿宣言包含了核武的 共同防御条约 他宣称南韩如果下定决心发展核武 技术上最长只需要一年就能完成核武装 而北韩则连日对华盛顿宣言表达抗议 官媒炮轰将让美国和南韩付出高昂代价 记者综合报道 疾病 优优独播剧 殊 Corpor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